67岁八哥癌事,生前抱受到脱象,曾在回家的诱惑中饰演品如爸爸。 2月16日晚间,据台媒报道,资深演员八哥先生因为胰脏癌扩散,于当晚在台北长庚医院去世,享年67岁。 八哥这一世纵横演艺圈近60年,8岁就已同心出道,参与的不少电影电视剧演出深知人心。 全盛时期的八哥,曾跟林青霞合作出外景,旧照中两人远赴法国取景,八哥还把女神林青霞抱起来,献杀不少男性粉丝。 其中,最令内地观众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2011年在热播剧《回家的诱惑》中饰演的品如爸爸。 稍晚的时候,他的哥哥八剑接受了台媒采访,称八哥癌症去世具体原因,是胆管眼眉注意,破了,流到一脏和肝。 他还透露,其实八哥之前就一直不舒服,但查不出原因,去年9月发现罹患两种癌。 据悉,八哥去年一进医院检查,医生就告诉他已是晚期。 八哥得知患癌后,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决定乐观已对。 年前跟圈内好友聚会,他一场都没有缺席,甚至八哥有的朋友看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也表示不是很清楚情况,当时只觉得他整个人精神绝朔,他也没告知大家病情。 直到媒体证实八哥离世的消息,对方才唏嘘感慨,表示心好痛。 看去年八哥亮相的照片,你估计很难相信途中这位古兽如柴的老人就是当年大大咧咧胖胖的品如爸爸吧,他已完全没有当年的影子。 不过实话讲,看上去依旧精神异议,气色还挺不错。 只是没想到,这才时隔半年,就传来八哥病逝的消息,着实令人唏嘘。 愿他一路走好。